晚上哭了怎么防止第二天眼睛不肿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慧峰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需要注意如果是因为哭眼睛肿的话可以及时的冷服一下 那么还要注意呢尽量不要熬夜 睡前呢尽量不要大量的喝水 我们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因为有时候睡眠不足的话也会造成眼睛肿胀 还可以做做野保介操或者是眼睛局部的按摩 改善局部的血循环 通过这种方式来解清肿胀 首先说一下眼睛为什么就容易肿 那么眼睛它其实是我们全身组织里头它组织最出生的一种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年龄大了长咒 为什么先在眼睛的周围长 就是因为它眼睛的组织是我们全身组织里头最疏松的 因此呢我们晚上哭啊或者是睡前喝水啊就比较容易造成眼睛肿胀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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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